那么在我们现行这个阶段 我们是促虚 我们是凡夫 那就用通途这个方法 我们这个心要定在正宗法中 什么是正法呢 金宗法门 我们今天所依据的无量寿金 弥陀金 这两部金都是主张 持明灭服 十六观金里面 那就不一样了 他里面主着所讲的 有观想念佛 有观象念佛 有持明念佛 他说了很多让我们选择 不像这两部金 他肯定教导我们 就是持明念佛 那我就知道 持明念佛 是正法了 我们这个心 要常住在这里 什么是做法呢 断无修宣 这个是做法 做法 非常之多 我们也要抓到他的杠里 应光大使教我们 用了凡视讯 用感应品 作为助修 从了凡视讯里面 醒悟过来 真正相信因果 一赢一注 莫非千金 善因决定有善果 卧因决定有卧报 所以不是卧报 时辰为道 我们深明这个大道理 信心就坚定 深心绝不起因恋贪爱之心 要知道了 贪爱是烦恼 烦恼就是障碍 障碍你开悟 障碍你我生 逆境宁愿 决定不生成灰 生成灰 这是造业 是严重的错误 逆境要像诸佛菩萨一样 逆来顺受 我受得很欢喜 甘心情愿 这样子业障笑了 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顺境逆境都是自己的好真上缘 你有智慧 你能够辨别 你知道怎样运用 佛家所讲的 日日是好日了 时时是好时 我们才体会得到 你会 那真的 你不会 日日是卧日 时时是卧时 那卧是早夜 好的是什么 急功累的 那么由此可知 外面境界有没有善悟了 没有啊 好悟完全在自己的心 你一善心看一切法 一切法都善 世界没有一个不是善人 你一悟心去看 诸佛菩萨都是悟人 这才说 尽随心转啊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 佛在这一切经论里头 免疫我们用真心 真心是纯善 人之粗心本善 这个善主要晓得 这是纯善 不是善悟的善 善悟是相对的 不是真善 这是真善 里头没有善悟 我也是善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要在这个地方休息 这都是属于信的 一切众生自信里头 本来具足的 不是从外来的 佛菩萨正得 我们迷失 佛菩萨事先在这个世间 帮助我们 让我们从迷失里头 再把它找回来 就如此而已 最新决定要 这个这个 安住在 真足二法当中 二六十中 这句佛号 决定不能够 失掉啊 佛家讲神念了 不可以神念 念自在自 我们这些神的当中 只有一个愿望 求生净土 清净弥陀 只有这么一个愿望 有愿别臣 做修 我们这个身体 现在还没去 还住在这个世界 每一天 要跟许多人事物 接触 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完全依靠 经典的教会 善道大师讲得好啊 佛教我们做的 我们认真努力去做 佛教我们不可做的 我们决定不要侵犯 从哪里做齐呢 从实善业道做齐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念舌 不悟口 不欺 不贪 不称 不吃 从这做齐 这个诗句很容易记得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要常常想到 跟佛的教会 对一对 与理事物 情修是善 念念都在是善当中 这是祖道 为什么呢 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地方啊 都是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都是修 十善业的 我们佛念的再好 如果没有 十善业 那个地方去不了 阿弥陀佛 欢迎我们去 那个地方 大众不能容纳 不是大众不容 是自己没有办法 跟他相应 那么由此可止 念佛得修善 不修善 不行了 我们每一天 反省 简点 就用这个做标准 感谢观看